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子彤,繼續我和Stanley在這裡 大家好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你204656 問問我們專家的意見 尤其中問題,電郵到ASK,BH7.com 或者WhatsApp號,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有准直播,大家開播 以及分享影片有問題,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市場連續2、20下,在高位還未夠力,繼續衝上去 18500左右,跌一跌,跌得不算太多 今天跌百多點,成交比昨天小了 昨天10點半也有500多億,今天402億多 A股沒什麼表現,剛才我都看過 市場整顧是好事,我覺得是好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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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人們的回饋壓力也不算超大了 如果講指數 過股也有個別 今早有一點是覺得要再看一看 即是Nika,你上載,上載,上載走勢看的話 哎,好像是甚麼 19500嗎 哦,不是,投地產1,72 哦,哦,哦 不,Laga,一會兒說下1,72 我又怎說 大利亞的地產預算是一般的 不過我等一下再講一下市 因為今天早上也是安排了一段時間 因為今天早上我覺得市是差不多的 意思是好像是想調整的 但當你看著看著的時間 你發現到那個情況是又跌不下 而且好像有些感覺是又不太差 我想用什麼指標 其實我看著雙湯 雙湯今早的時間 其實它又是升降上去 但接著回得很快 之後再倒跌下去 倒跌的時候 其實市的表現都是弱了 差的 另外有邦也是 有邦今天是好計 其實你現在有邦是押了市 是的 但是你看到一段時間 有幫那個跌幅也沒有特別說很明顯地收窄 但是雙湯也不錯 也挺得住 你再看其他好像騰訊那一堆的話 又不會跌很多 所以市其實現在有些好像 那句話好像看上去又好像有些轉差了 轉弱了 但是又弱不完 沒有 我覺得可以再看一會 如果大家說做特別開淡倉的話 不要這麼心急 因為始終市其實現在 都挺明顯的 我覺得市其實是要回的 但是究竟你要去究竟會立即回 經常說可能今天都是拉鋸 甚至乎一陣子會不會再倒清上去 這個又有些變數 所以不要這麼急 是的 拿回 我今天都特地看著它 但是回一點 有幫人其實回8G3 它不算少 現在算是多的 但是其他股是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看到指數的話 好像變化又沒有大 但是又變了再看一會 而且知道是對的 你的成績率不多 現在只得到480億 那算是比較多 所以這個股閥就好像不太大 會不會有倒營頂 倒營頂 現在還沒算 誰要問 第二天而已 Eric Eric 沒這麼快 而且它暫時來說 都不算是一個倒營 成績都這樣算的話 開圖先看看 沒了幾天 不算 暫時都還沒算 不過第二天而已 是的 因為果然頂的情況是 你有一刻 可能有個裂口下跌的時間 這個就變成一個頂 但這一段的時間 好像又未至於是 這個形態還未確立 但是有機會會 196做甚麼 我知道 我今天都看到 我都差不多要考慮一下減磅 我們先看看 還未到 沒有 還未到 不 它那一刻 即是剛剛這一刻衝上去 如果它10.4 最高的就要10.4 我按10.5樓上減磅的話 是可以的 是嗎 我再看看如何 我知道 真的差 真的差 差點上不到 通常市差 可能有些轉弱了 反而它突然間有些移動 很可惡 但是看看硬一點 待會做完節目 看看如何 是 那我再說一下甚麼 再說一下太古地產 很可惡 它的數字是真是不一般的 還有你看到這裡 其實租金調整的情況 你叫它倒退的 寫字樓 是很可惡 但是這個真是遇到 但是要在意的地方是甚麼呢 反而是太古方二期 其實二期這裡真是很明顯 那個 控制率 是的 那個租金都其實很低 你看到它一季度來說的話 其實沒有變過 都是很低 我又覺得 真的好像 真是差一點 你看到其他那些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其實你某程度上 你真是一個季度 那些人租租客會不租 是的 但是反而是 如果你找租的話 這個有機會是沒有改善的 有改善的 你沒有新租客 沒有啊 這個一定是差的 你不是去租租 那邊的調整都是別的 就是租金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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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差一點 所以就是 所以你看到這個數字 其實真的有甚麼 真的有 完全反映到 那個叫做市場的那個狀況 真的 所以沒有甚麼特別 我覺得 這個數字出來 是預期之內 我又不覺得真的很差 但是它的股價 今天比較對 因為太古地產之前 它的股價又是甚麼 它不算 真的好像 最差一點 它之前也挺硬正的 是的 挺硬正的 因為我對太古系的樓盤 我是挺喜歡的 是的 就是用料也OK 地段 是的 所以 如果今天 Nick的媽媽有 那怎麼辦呢 她 你會想是甚麼 還是直接整理了 不要香港大陸地產股 我告訴阿Nick 當天Auntie為何會先開這些 她是否先開了很久 先說這些 如果她本身 她可能開了一段時間 其實你沒有甚麼特別 你便會再開孫 沒有東西的 但那些說不是 都是最近買的 不如你跟我買太古好一個 買太古好一個 19是嗎 19、187好一個 因為這兩隻 真的幾乎 是不斷破頂 是的 如果她創了三年新高 我猜她買了很久 不會現在才差一隻腳 買地產股 是的 但是沒有 因為這是兩樣東西 就是 太古那兩隻 A和B 和這個太古的地產 都是兩樣東西 嗯 是的 這樣 Jordano很吸引 贊息蝕價嗎 最重要是管理層變動 不用怕 一定會 所以不要了 Ricky 都是那句 買收飾過很多選擇 這隻我現在 不會在一個名單裏面 這隻我一定會 一定會剔除了 如果我收飾的話 一定會剔除了 不會在一個名單裏面 真的算了 1896元有沒有吃到 忘記了 忘記了 她之前也是有買了 好像吃了 她也吃了 10元流上 好像那時候她吃了 是的 1299回一點 是的 但我不充滿 其實不多 回得不特別多 2% 因為你之前升這麼多 但只不過你用高位去計算 今天沒有了2元 但2元很少 對你計算 但你去到65元 又是這些位 所以沒有了 那一位彈上來很誇張 是的 寧願地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進去 如果解釋之後的時間 下去的 你再想一下買不買 現在最主要市場 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買貨 我一定不會 那麼 地轉都是 好像之前的策略 都是說 有些貨到價的 便會減少一點 嗯 反而1896元 到十個半樓上 便會減少一點 但是 只不過有其他貨 因為都沒有跟市場 那些又不理它 但是現在這一刻在意 就是說市場 若我再調整的話 第一 調整多深 第二 會調整多久 我想你現在跌50多點 我想怎麼都不是調整 只不過現在 都叫做在高位 拉鞋 拉鞋 是的 就是你調整的 這一段的時間 你沒有跌 可能4、5、8點 都不算調整 那時候 那時候升上來的時間 是的 所以沒有 再等一等 嗯 好 這次方向 真的不明確 所以阿聰也不要那麼 那麼急 我知道你想潑很久 哈哈 是的 比你呢 你覺得純粹調整 都不會大跌 還是怎樣 暫時都是調整 但是 我要覺得 再看定一點 所以說 現在買不買東西 說過那些面 再加不加著買東西 我暫時都傾向不特別 保處住 嗯 因為 都要說 市要調整的時間 我當你4、5、8點 真的好遠 因為你真的升得太厲害 有些低位計 16,000點 這一輪的時間 16,000點 升上來現在升2500多點 是的 其實真的有點跨 所以現在 跌回 跌回4、5、8點 我覺得真的好遠 當然 但問題是假設 你這一班追貨的 尤其是 今天你剛才追貨的話 跌4、5、8點 就很急 所以變成這一段時間 真的寧願忍一下 首先都沒事的 因為 其實我這件事最怕的是什麼呢 最怕是陰跌 它不會跌回8、8、8點 但你又好像覺得 都差不多 好像跌下去又會跌很多 但是整個整個時間 變成累積的跌幅也很厲害 是 反而我反而怕 反而突然轉來的事 突然間我當你跌回4、5、8點 可能更好 即是變成你可能覺得急跌完之後 有機會可以留下 但就怕好像 你陰一點陰一點跌下去的話 即是不覺不覺地跌 就更麻煩 我反而有點怕 是會陰跌陰跌 之後 嗯 嗯 3690跌超過30% 也是 因為它也升了很多 是啊 我當然是升了很多 調整 如果太多跌下去 其實真的當作調整 只是 有一個情況 阿里巴巴有差的 什麼 即是升 你又沒有別人700 3690升那麼多 回呢 回得最多 神經病 當然 可以多人趨回阿里巴巴 是啊 所以我覺得你當你 其實我們講一講一講 跌多了一點 但是也不是跌很多 嗯 所以這一轉 現在跟大家說 不要 要是你之前買下的貨 這麼多走貨 又或者是不要追的 如果你在這一陣子的時候 真的有些好倉 可能可以手下的話 但是穿萬八都可能 看下 即是你見過穿萬八之後 勢肚子還不是特別好賺的話 都是要開始去想一下 減不減 尤其是好像吳小姐 買淫富基金那些 即是以前買下淫富基金 其實現在這位 我覺得都可以先走這些貨 嗯嗯嗯 有幫那些 除了有貨 我覺得都可以走 有幫他高的 他不是那些低位買的 但他經常溝通貨 他經常溝通貨 但我想他還是被現價維高 我猜 可能是 港交數那些 看看是否要走 有貨那些 那些 市場回多一點 但其實回想真的不多 即是你現在這樣計算的數 都是跌0.5% 但成交今天很明顯是真的慢了很多 縮了的 縮了的 都合理的 你這個市場 明天晚上上來的時間 合理的 是 PLTR 昨晚 職前大幅炒上 我還有勁抽 這東西 你還有的 是嗎 沒有了 你減了 我減了 我還沒買回來 不過 昨天那一刻 陰濕的 因為昨天 盤前爆升 其實是8%的 它的圖是這樣爆上去的 昨天那一刻真的厲害 挺漂亮的 很漂亮 不過現在出現業績後 倒跌8%而已 是嗎 這個升幅就沒有了 為甚麼 他有業績 其實我覺得很不錯 同一個預期 應該是好的預期 只不過就是那樣東西 當你公司的股值是高的時候 你有少許的瑕疵 就一定會放下去 那那些瑕疵在哪裏 就是它那個 叫做下一季 即是近一季 那個營收展望是比預期差 還有對於O4 因為它其實 它都上調了全年的營收目標 但是那個數字都是低於預期 其實這件事 但是只不過是因為 始終它的股值是 它有一樣東西不同 就是它那個股值真的高 它那個股值其實是 那一家都還要200多個P的 有一樣東西就是說 它的營收 如果是下一個季的時間 簡直是下一個季 其實是倒退的 所以變了就是 在這些位置 就是只要你 如果你這麼高股值的話 你只有少許位出事 那價價真的會很厲害 但是 陰濕代替是 昨天那一刻它爆香上來了 真是 千萬千霸 大家以為 收到那些人 真的狂買 就是你看它很厲害 昨天那一刻 我都打了一招出來 但是 然後出了業績之後 嘩 馬上就沒有了 所以Honey的東西是古怪的 就是它盤 當然是它昨天這樣 衝上去 是另外也覺得 嘩 是不是要追回呢 是 但想一想 沒有理由這麼明顯 是不是 然後最後也沒有理過 但是今早早 今早我也做了新的 一看就覺得 嘩 同業績其實又不差 但是為什麼對它這麼多呢 所以再看看看看看看 就知道為什麼 嗯 是啊 這樣吧 他生氣媽媽不肯放五號嗎 是啊 算了 現在五號都OK OK啊 現在三日式都OK 嗯 Tony 是啊 有些人是狂唱這件事 我也知道 但是又沒有 接著 現在最主要是那件事 是因為本身它的股值 真的不同 好像你說 甚至乎你和一隻超微比的話 超微的股值一點都不貴 嗯 只不過它也是那句 你知道業績有些瑕疵的話 你便會對 嗯 還有它的股價 真的太古怪了 哪有輪跡前升半至8的 最近很多時候 看到那些股 跡前升半至8的 是 說真的算了 嗯 等一下 什麼啊 Kelvin 你有一些 不是啊 其實沒有 收租那一堆 即是這些 16啊 12那一堆 其實都不用說 都知道一定是差的 嗯 這些其實 你說是不是很危險呢 如果你是 之前大家是沒有估計過 而頂到這種情況之下 那就危險了 但是當你預計到 都不行的時間 出來差 那是預了的 預了又不會害怕 預了我多害怕 是不是 嗯 很多時候就是說 你是真的叫怕 突然趴出來 是黑疾你的 你才會害怕 有什麼很害怕 這個現象 又不是現在這一刻發生 是不是 租金便宜一點 是不是更好 真的 嗯 看真的 22元賣1972 賣了很久 那賣了很久了 不過我知道 都有派過下息的 嗯 沒有啦 先拿著 不然泰國我覺得是有些辦法 泰國我覺得是可以的 相對其他發展商來說 甚至乎 他這一系 是有些辦法 5號出業績 要在業績之前 先走了 不是出 楊太 5號出了業績 出了 對 出了業績 上個禮拜未出了業績 又說回購 對 股東會之後 回購還未公佈 下一個下一個公佈 等到股東會 或者不知道什麼 之後才會落實 所以他出業績 如果他今次 有人說出業績的人 應該是他說錯的 是啊 看看 SMCI沽完就升了 Blackbase 所以Tony有一次 其實 這一堆的芯片板塊 其實這一節是升得很厲害 你的數字 你的NVIDIA 已經幾乎升上去的歷史高位 大概 但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沒什麼人不在意 因為他的歷史高位 是974元 其實現在欠的歷史高位 是欠大概50元左右 只要他今晚 當然今晚我猜他 都不會再大升 這陣子才太誇張 但是你想一下 現在 他只要今晚升高 假設 升到5% 就破歷史新高 所以這些股票 你可以說 有實力 簡單來說就是 但是你說 SMCI台 其實他的股價 但是昨晚也升得很厲害 不過我沒有了 Tony 我覺得這些 即是你那一刻你走貨 我覺得你沒有錯 因為實在的價格 你因為短炒 他的價格這麼短 其實你真的 如果拿了多貨 很容易被它震受 所以我常常強調一點 就是有些貨 你明知道要錯 但你信心不太舊的時候 就真的不要賣得多 所以NVIDIA也是 我想想 如果解釋我上次加了住的話 可能我昨晚也一定要走這些貨 因為你升得太厲害 但我初無交代住 那變成了 拿著那些貨 因為那些成本低 就告訴它 完全不理它 189走了 不要緊 阿Lake走的價格 都是10個多 有它 我轉頭出去都算了 減一點吧 減一點 我銀行也有多貨 883度青色 不是 有時候很壞 1896 如果你不把這些機會沽的話 你沽不到 又是 又要下9元有牌子等 最慘是因為 你看到的盤子 起碼要大一點 大一點的時間 譬如我開多貨的話 你才可以有機會 可以現價得到新能 否則 很簡單 不要太多 有時候你看到牌子的盤子 可能5、6千 你都還沒估得到 是 現在變成你這樣 我都可以再走這些貨 哈哈哈 883度青 看看 有 其實883到20元這些位置 又是上升動力已經 慢了一點 真的 但到20元以下 好像10元 又好像有些支持 但市場 現在就是剛剛說 陰一點陰一點 又跌多了 好像 你看到現在跌90多點 現在跌8多點 你看到它又不是差很遠 但是 因為0.5% 現在是0.6% 嗯 整個情況就是這樣走 是 是啊 先看看 買Tesla 不會啦 股神不會買Tesla的 股神 股神看不通Tesla 我可否看不通 他都掉了1、2、1 怎會再買電動車 好不可以這樣說 他不會 他都說 還有 我覺得股神 對於這些公司 特別管理層那些 那麼多嘴的人 是不會撐的 不喜歡 不同風格 真的不會喜歡這個風格 NVIDIA就不肯貨 不信不信 你想一下 幸好那次你沒有走 因為我也是那句 就是 恆量 我也是多謝那個歌人 罵人 真的要多謝他 不開玩笑 否則他好像 等一下 醒了我 那一刻我哭了 但是我加註的時間 權衡 就是說 NVIDIA 一定輸那隻 TSM 那我就寧願買TSM 如果NVIDIA 再下跌的時間 才打算再加 沒有眼看 慢 慢叫他什麼 什麼 吃東西 我又說看波那些 看波是算 哦 中金預料行司 還有兩成的上升空間 兩成是多少 兩成 22000 21000 4000 是啊 那麼多 那 又很有趣 就是你用那個 那個點數 恆市 這樣算 你當我好像 今年開局是17000 17000 的話 假設到21000 大概升三成 你覺得市 今年 就是 那個點 那個指數 升不升到三成 你這樣算 如果17000 的話 現在升大概 不過我不是 慢出 現在恆市好像升到 8%左右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8%左右 現在升了 嗯 這樣算 如果到21000 的話大概20%左右 20%左右 你以一個市場 跌了五年來計算 打兩成多 是合理的 嗯 但又是行不行 可以不行 哈哈哈 美國最近短炒 很不錯的 因為最近有波幅 甚至乎 N3也有波幅 其實有的 所以 我覺得其實挺OK的 哦 不是啊 你包括美股 因為美股那邊的成功量更大 不如是更容易走 是啊 你快點睡覺啊 楊太 真的 搞不定 一晚上起床 我看到即層版 PCB真的厲害 好厲害 是怎樣 那些PCB 即層版那些 好像現在 水頭帶 水頭帶 都算大的 都是電子東西 所以它升了一支板 不過 為什麼突然之間 它這陣子都厲害 這陣子都厲害 像是跟著半導體的股份 但都上來 但這東西我又很有戒心 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都不是很多 所以效果都不會特別 不會特別 嗯 5.5 阿聰 我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我之前其實我覺得 它是OK的 這件衣服 但這件衣服很難捉 而且這件衣服很高興 昨天升了8個 對 因為昨天好像說 有些 內地有些 鐵路加價 加車費 對 我有看 對 雙面的精神 但是這件衣服很難玩的 這件衣服 我建議你還是不要離開 而且這些位置 是不直撥的 如果你打算撥撥的話 反而給一些耐性 隔不時趕緊去 它可能你當它 在一個半樓下的話 到時才想 因為這件衣服 就是在一個半樓下 升到上兩個半 即是鎮金 但是看到升上去之後 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 跌回到一個半樓下 所以你過半樓下 下次你才買一些東西 不是 過半樓下我都會買一些放的 然後又完全不理它 可能就 因為通常它是橫行的 你叫它有很多時候 通常是橫行的 橫行之後 放了一陣上去 然後落回去之外 也是橫行一段時間才再上 所以這件衣服 落回去才買 現在不需要買 簡直可以不理它 落回去也算 加電股 加電股最近A股都很炒 但是今天沒有什麼特別 921和6669 我剛才都是看回D 回D 沒什麼的 全部都升到瘋了 對 因為A股都升了 還有因為 市內有些政策 是啊 Costco沒有位置入 是啊 它也不回 Costco我都沒有沽的 Costco我都沒有來過 因為這件衣服 我也是不要捨得沽 它真的很貴 但是你駛起來 你買得明是它那個 它真的有實力 這些就有它 嗯 原來沒有了家電股 沒有了921 我以為你還拿著 找機會買 找機會再加上去 加價關念鬼事嗎 關不關事 其實它是那個武漢去廣州的 你可以說真的沒有關係 但是只不過是說 加價這些東西 可能只是炒消息而已 但是其實沒有的 這些股份 五二五這些就是炒消息 是啊 炒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位置一定不會追貨 但是好像剛才說 過半樓下才找機會 就是給耐性 過半樓下賣的話 基本上贏面率很高 又不怕不怕什麼 嗯 那時候 吹這些嗎 吹真的 一百四是幾點 有時候這些似是這麼有趣的 如果大家現在想加價 可以少住 我覺得是 即是 萬八先第一步 萬八先 因為如果沒有股票 肯定要騰順一點 應該會滑下來 你昨天是說 如果你要加價 就加價 對 沒錯 但是都是買一些ETF 是嗎 是 是的 我覺得 美團也很多 那些 牛熊症 call put 這些股票 我不太會玩 最主要的情況是 因為 之前這樣說 市場升什麼 回頭的時候 市場升什麼的時候 還沒等到市場 可能是開始煤的時間 開始未出售 現在肯煤 可能開始買 因為我覺得很難問 跌些什麼 不知道 是啊 A股呢 A股今早是 吃極度雜幅 也跌 跌下去 跌下去 少少 少少 不多 不多 但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廣告現在 小處都可以想什麼 小處駁四百點 先駁四百點 是啊 是啊 不得去 我都會 五、二、五 去一個半立校 我都一定會買些放的 但是還是放 預料的錢 我會放 五、二、五 是啊 放 沒有 等它 兩元才走 這些東西 當什麼放牆線 吊大魚 就是這些 但是等個 例子 都要等個漂亮的去買 現在 算你過八 過七 都會有機會 都會有機會輸給它 DN還有沒有跌 美金弱了一點 弱了一點 美金弱了一點 沒有了 看看日央行 還有什麼板斧去做 沒有 我不知道昨天還是前天看 他都不會 他直接不留言 不留言就更好 你問我的話 你不要說 說多錯多 沒錯 說多錯多 可能他不留言 因為如果他不說話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會不會陰暗地做一些事 所以他不出聲可能更好 嘗試干預完 他還有沒有錢干預 錢他還沒有 還有的 還有的 但只不過 他現在不出聲 大家可能要轉 至少抓不到你那段路數 可能更好 是不是 真的 我覺得更好 所以Rick 沒有 大家去旅行才再做什麼 是 Ricky 沒關係 其實加不加 搞的東西 是一個借口 但是借口是無所謂的 5.1 5.25 其實每次都是 不是的 是真的借消息來炒 借本身的基本面 鐵路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現在他的股價 可以由過半 到現在這一位 因為純粹都是 一是炒消息 二是炒氣氛 三是 炒名五一 然後又是春節 已經是炒這兩件事 但是那兩件事的時間 他的價格根本上 沒有東西炒之下 你會慢慢回去 所以我應該說過半 是因為每一次他 都回去也好 過半差不多了 過半的時間 你先考慮一下 買一些放置 專題 就是買定 專題等他這兩個消息 這兩個時間出來的時間 打上去 他就好貨了 這個圖案挺容易抓的 OK的 JT就問 恆指什麼位置才好買貨 現在 你要回萬八才再考慮 JT 萬八才能否收到 現在不用急 記住JT 市場真的從16,000點升上來 而且這二千多點 其實你如果問 很多人都會說 爲什麽升上來的原因 都是說不想買 估值便宜估值低 那兩件事 都是那件事 平和低 不是現在的市 之前就不買 一萬四千多更便宜 對 這些其實都是 有點猛炮的 真的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回到那些錢再買 但希望外資 又慢慢買貨 你起碼炒一下 不是的 如果你當是熱錢的話 熱錢的市場就離開了 是的 是的 所以看著成交 是的 但是成交很明顯 都已經是 縮縮的 半個小時才是 去到五百億 是的 所以變成沒有 要等一會 最主要是那件事 市場又不怕等 因為升上來 現在二千多點 現在才去買 其實真的有點疲 是的 但反過來 看看是否要 有些東西 例如跟市場走 有些東西 先減下磅 沒有玩 是的 真的 現在的市場 那隊都是隊ATM和1299 正常 因為推銷是那三 真的 三隻 反過來 941多強 941是甚麼 70元 是的 70元 今早第一件事 在看市場的時間 會 就看941 當然是否升 之前的市場上 就在941拿錢走 現在下一次看市場 指標下的市場 會否再對下去 在20 在20 看7號會否再對下去 20現在沒有起跌 是的 看完這條 你看到一些東西 如果全部都出來了 雙方又對 然後市場又對 941升的話 那市場應該還沒跌 希望不要五窮六絕 我覺得 Tony說會 沒有的 那暫時 就算現在市場的成交量 都不算窮 嗯 OK的 嗯 看看是怎樣 沒有的 市場上升這麼多的時間 回到一些 當然大家會開心 是的 不是怎樣 你怎樣買貨 是不是第一次這樣說 是的 短炒 是的 短炒 是的 嗯 好了 11點 這次和大家談到這裡 Stanley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分 有和嘉心沒有了 謝謝Stanley 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天下 雅